救護人員趕到現場一看 受傷騎士掉落邊坡下 其他車友提供協助 大家七手八腳 好不容易終於把自摔的 彰性騎士從邊坡下拉上來 緊急送醫 發生意外的地點在臺三線上 也是知名的飆車地點嘉義阿婆灣 另外一名中性男子途中看到有救護車上山 立刻回轉超車搶先一步 抵達意外現場 但張姓騎士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中性男子當場協助實施 CPR搶救 回家後仍心信 張姓騎士的傷勢 上網PO文發問同時稱自己為非一 難道是形容自己行動像鳥一樣 飛快的醫師嗎 世界最危險的比賽 漫島計時賽總共有兩百六十四個彎道 車手以平均兩百公里以上的速度 過彎呼啸而過 舉辦一百零一屆以來 只有一屆沒有傳出騎手死亡 不過有一名外科醫師John 年年在比賽現場騎著純種跑車待命 擔任第一時間的救援關鍵人物 速度快被人稱為飛行醫師 飛衣 原來中性男子有初級救護技術員證照 看到車友摔車毫不猶豫伸出援手 更期許自己像飛衣一樣 不過在臺灣把街道當成賽道已經是違法 安全上路才是報命之道 華視新聞陳建邦王之軒 簡宇林嘉義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就一切永遠再登上 在coon面的導遊 網站中 妳已經自由 și夠了